舌頭要頂上耳 頂住你的上耳天花板 去讓你的舌頭有點像是做 伏力挺身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的舌頭肌力增加 你知道鼻子呼吸 然後這個地方蘋果肌 就可以自然長出來 Mewing這個字的由來 是因為有一個英國的醫師 叫John Mew 那Mew是他的姓氏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 倡導大家應該用鼻子呼吸 改掉口呼吸習慣的一個醫師 然後他做了非常多 小朋友早期的治療 但是他覺得啊 他維持這個動作這個姿勢的觀念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就強調了這個動作 然後被很多後面的人 就直接把他的信思拿來用 就是說這個運動就叫做Mewing 那Mewing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請大家要平常的 沒有講話的時候 就是維持嘴巴是 閉起來的 舌頭要頂上耳 頂住你的上耳天花板 特別做運動的訓練的時候 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舌頭往上頂的時候 你嘴巴要盡量張開 因為你要訓練你舌頭的肌力 所以舌頭往上頂的時候 舌尖往上 舌背往上 整個往上提起來 去讓你的舌頭有點像是做 浮力挺身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的舌頭肌力增加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下耳線條 這是所謂的Mewing這個運動 口呼吸的人 他其實通常在醫學上面來說 已經有一個統整的說法 這個叫做 通常講的是說 這些口呼吸的人常常鼻塞 所以他的現樣體是比較腫大的 就是他的一些免疫反應 其實比較明顯 所以他的這些事情 造成他鼻子過敏 整個鼻子塞住 嘴巴開開 通常這種現樣體面容的人 他的特徵就是 他看起來 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眼眶下這一段 都比較凹陷 這個地方看起來都比較平 中臉部看起來是比較扁 沒有發展的 再來就是他臉看起來比較窄 比較長 下巴比較厚縮 然後這些人常看起來都是這樣彎腰駝背的 所以那個人看起來 通常都會是精神比較不好 看起來都會讓人家覺得很疲倦 或是看起來臉比較衰的那種戀心 透過你的這個口腔肌肉 讓他這個肌肉的強度重新訓練回來 所以Mewing的人 通常你舌頭往上抬 嘴巴會閉起來的時候 你嘴巴就比較不會往後下方轉 所以你的下巴就會比較往前 所以有很多人 尤其很多亞洲人 都想覺得說 自己的下巴看起來比例太短 不好看 其實你透過Mewing 你就可以改變你下巴的方向 你可以讓下巴可以往前一些 西方人現在很認真練習Mewing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希望 他們追求就是希望下巴可以轉回來 另外他們也希望有一個很明顯的Jone Line 就是他們說從側臉看 你會看到這條下巴的線比較明顯 不是我們講的國字臉 他們不會到國字臉那樣的程度 因為他其實咀嚼肌的訓練 他會比較強調在中段 而不是只有後面這個咀嚼肌 雖然你是整片的肌肉都會發展的 然後他們其實就透過說 你只要適當的訓練你的臉部肌肉 就可以自然而然做出這樣自然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是因為你維持了鼻子呼吸 你鼻子開始有空氣可以通過了 所以你的空氣會流通到你的鼻腔跟你的鼻豆腔 你的鼻豆腔通常跟臉型發展 就是臉部的外觀最大的特徵 你的眼眶下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你的蘋果肌 所以如果你的鼻子呼吸建立起來 這個地方蘋果肌就自然而然的 你那個地方氣勢膨大 就會把它頂起來 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打蘋果肌 你只要鼻子呼吸 然後這個地方蘋果肌 就可以自然長出外 那因為其實口呼吸這件事情 尤其舌頭放鬆 放到不好的位置這件事情 根據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研究 已經可以看到說 很多人會因為這個樣的腸腔 會彎腰脫背 會容易痠 然後很容易甚至會有一些 頸椎的問題會同時出現 所以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自己舌頭擺放的位置 都會影響到你整個體態 大家對於口呼吸跟鼻子呼吸的比例 其實坦白說大家不會是 一整天下來百分之百都是用鼻子呼吸的 但是我覺得要邀請大家 就是盡量提高自己用鼻子呼吸的時間 就是在整個整天的時間段裡面 你鼻子呼吸的習慣 維持的時間越長越多 你的連心就會往好的方向走